那么的话,实际上我们用这个弹框的话一般是什么呢?我们希望用戒牙式来控制吧,是吧? 你如果我们点击让它弹出,这样子是吧? 比如说点一下让它弹出,是吧?我们要做事情的吧,是吧? 做事情的话怎么样呢?我们希望用什么呢?戒牙式来控制它弹出啊? 就是比如说在点这个取消的时候,或者点确认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它满足一定条件之后怎么样,再让它什么?取消吧,是吧? 或者是我点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不想让它消失,是不是这样的?不想让它消失啊? 这次点的是不是就消失了,是吧? 好,比如说弹这个弹框,是吧? 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讲一下如何什么呢?用戒牙式来控制这个弹框的弹出啊? 好,比如说我来放一个弹框,是吧? 比如说放一个弹框零四吧,放一个零四的这个弹框啊? 这个弹框的话怎么样呢?我完全按照什么呢?用这个戒牙式来控制它啊? 再来一个啊,零四啊,这个零四的话怎么样呢?我就怎么样呢?这个就不写了,是吧? 这是它或认的一些行为吧?我就不写,是吧? 然后我完全用程序来控制它啊,程序怎么控制它呢?是吧? 那么看一下啊,好,这里的话再来一个按钮,是吧? 这里再来一个按钮啊,来第四个按钮 第四个按钮的话是这样子的,这个配着它个维护血了,这是它默认的行为,是不是样子啊? 我现在用戒牙式来控制啊 好,这个的话也不要了,是吧?这个也不要啊 这个不要之后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把它改成什么呢? 这个是,戒牙式,戒牙式控制,控制的弹框,是吧?控制的弹框,啊 戒牙式控制的弹框,是吧? 好,一般的话我们实际开花中肯定是用戒牙式控制的,而不是说直接让它弹出来,是吧? 你总得马祖基地条件才弹出来吧? 不能稀里糊里弹出来,是吧? 这样子,所以说,需要用戒牙式控制啊 好,这样写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啊,来刷新一下,是吧? 刷新的时候这个是不是有个戒牙式控制的弹框啊? 比如说我点它怎么样 点它是没反应的,因为我把它默认的这个动作都给它取消了吧,是吧? 都给它取消了啊,我如果控制它,是吧? 控制它怎么控制呢? 我们就用写戒牙式来控制吧,是吧?写戒牙式来控制啊 比如说这里拿一个什么呢? Scrib,是吧? 戒牙式来控制啊 然后的话,我先要获取这个按钮吧 是不是要获取它? 获取它才能点它,然后控制那个按钮 控制那个弹框吧,是吧? 好,比如说我这个ID吧 给它一个ID等于是吧,BTN01是不是这样的啊? BTN01啊 好,然后的话我要获取它怎么样,先写一个ready吧 一样的是吧 好,ready function,是吧? function 好,然后先获取到它,是吧? 获取到这个按钮是多了什么呢? 这个点,警号是吧? 警号BTN01吧 BTN01 好,BTN01啊 BTN01的话,然后什么呢? click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啊? 点击的时候,是吧? click 来一个function,是吧? function啊 翻个写,然后怎么样呢? 然后怎么写呢,是吧? 怎么写啊 然后是点击的时候要让这个弹框显示吧,是吧? 让弹框显示啊 这个弹框是它的ID是什么呢? 就是model04,是吧? model04啊 好,那么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写呢? 这个地方写成什么呢? 这个什么呢? dolar啊 dolar,然后警号这个model04吧 model04啊 然后拿一个什么呢? 拿一个这个model啊 这是它自己的这个接口啊 model model,然后拿一个里面写个什么呢? 写个什么? show show 是吧,这么写啊 这是它默认的这种写法啊 好,这么写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可不可以是吧 这是我用程序控制的吧 是吧 比如说前面一堆条件满足了才来show吧 是吧 好 那么的话再来看一下啊 好,刷新一下是吧 虽然说我点这个什么呢?点它是吧 是不是弹出来了是吧 弹出来了吧 好 再看一下啊 这个把它改成一个中等的尺寸的吧 这个是不写是吧 这个是 这个是不写是吧 好 这是 这是什么呢? JS 控制啊 控制的弹框 好 好,再刷新一下是吧 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之后 然后点这个 它是吧 那么这JS控制的弹框吧 弹出来了是吧 好,弹出之后比如说我点取消想让它关掉是吧 点确定也想让它关掉或者是 我点这个背景的时候怎么样呢 点这个背景的时候怎么样呢 我们等会再说啊 好,假如说我想点这个取消的时候想让它关掉是这样的啊 那么这个时候点取消是不是关不掉啊 是吧 好 那么想点取消 让它关掉怎么关掉呢 那么一样的是吧 我是不是得把这个按钮给获取到啊 一样的是吧 比如说我给它一个ID是吧 ID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shut off 是不是关了是吧 shut off 关 好,这个的话实际上你想做它的效果也一样的把它也获取到也可以是吧 好,我们单纯就做这个按钮吧 好,把它获取到是吧 shut off shut off的话那么就这么写吧是吧 直接写什么 多了什么呢 多了这个什么 这个警号 shut off 然后拿一个click是吧 click是怎么样呢 来个function吧 啊,function啊 Function干嘛呢 让它什么呢 让它什么隐藏吧 隐藏就是什么呢 隐藏是吧 隐藏的话就是hide吧 hide就是隐藏啊 好,这么写啊 这是它固定的写吧 好,这个 写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可不可以是吧 好,再刷一下这个页面是吧 刷一下啊 然后点这个 点它 是不是可以显示啊 显示啊 点这个取消 是不是隐藏啊 是不是隐藏啊 是吧 好,点它 可以啊 点它隐藏啊 好,这是这样子的啊 那么这个就可以达到程序的控制啊 是吧 我们就是可以在程序里面动态的控制这个 弹框的显示和隐藏 是吧 甚至的话我们不需要点 比如说满足某个条件的时候 是吧 让这个弹框自动弹出 那么就掉这一句就是不是就可以了啊 是吧 让那个弹框显示是吧 那么掉这一句就让弹框显示了吧 这一句就让弹框隐藏了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还有什么效果 就是说我们这个弹框弹出的时候 有个问题是吧 比如说我点这个弹框 点它弹出是吧 看一下我点旁边的这个地方啊 它是不是也隐藏了 这个应该不对吧是吧 应该是我点旁边它不隐藏 应该是点我 点取消它才隐藏是不是这样子啊 我们需要控制一下是吧 点它不隐藏点它也不隐藏啊 点取消才隐藏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改一下啊 改成什么呢 还是它里面的接口啊 改一下把它改成什么呢 改成这样子啊 设置一个参数啊 设置一个参数 比如说这个的话 这个里面就设置一个参数把它写成什么 字典的形式啊 里面写一个花括号是吧 花号里面然后写什么呢 写一个先写一个什么 先写一个秀啊 就是点击的时候秀的话就是什么呢 Q是吧 T-R-U-E啊 Q的话是Q啊 好然后的话设置第2个参数啊 第2个参数是什么参数呢 就是它里面的一个参数啊 它里面有个什么参数呢 就是这个 这个里面啊 在这个bootstrap 这个键是插件里面啊 这个键是插件里面啊 这里面是磨太框是吧 磨太框啊 磨太框里面有个什么呢 这里面有个参数啊 这里面有很多参数啊 我们只是把它挑出来讲 比如说这里面有个back job 是吧 back job的话就是它 设置它的背景是否可以点击是吧 back job啊 把这个设置一下啊 好back job的话把它设置为一个 back job是吧 好设置为一个什么呢 呃这个fors啊 f-a-l-s-e啊 好这个设置完了我们来看一下行不行是吧 看一下啊 好来刷新一下啊 刷新之后比如说点击它 击书是吧 哎这个不是这样啊 点击它是关 啊 无法关闭是吧 但是这个的话就是这个 这个就没了是吧 这个就没了啊 点击它才可以关闭是吧 点击它啊 这个 取消 back job 应该不是这么写的 看一下这个地方有个 这里啊 这应该写的static是吧 static啊 不是fors static就是他里面说的这个属性值是吧 他里面说的这个属性值啊 就这个static吧 static啊 好写成这样子 好 这样子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好刷新一下是吧 刷一下之后然后点击它 是吧 好点旁边怎么样 关不了吧 点旁边关不了啊 必须点这个什么取消才能关吧 点取消才能关啊 好这个就是关于什么呢 这个弹框的 它的这个 控制啊 好基本上我们如果掌握了这个东西的话怎么样 我们这是不是就可以 控制这个 就可以用这个弹框了是吧 就可以用它了吧是吧 就会用它了啊 好那么刚才的话那个弹框只是什么呢 它机械的弹出是吧 没有没有达到一个控制啊 关于这个 好 好